嗨,我是魏德,歡迎回到翔大市 今天要美食到一小時,我是榮惠 我們剛剛講了十分,超久沒吃 我們剛剛講超久的 我們現在在那個... 停到三月 豪車比較多的地方 台中的一級戰績 然後我們來吃位於九樓的麻辣四五 它這個麻辣四五很特別,它是 重慶老火鍋 所以就是特別特別辣 但它很特別的是,它是用日本的和牛油 我看它報告寫說 為什麼很多人都沒有辦法做重慶火鍋 因為它需要用到大量的牛油 他們這個品牌就是賣很多的牛肉 所以他們有辦法做這個重慶的火鍋 干貝底下就有燒肉品牌 應該是大家比較知道的 干貝燒肉啊,然後什麼干貝列車啊 他們賣了非常多的肉 這家是吃到白的 它應該叫做麻辣四五放棄 目前他們全台有三家店 就是在台北、台中、台南 然後只有台中跟台南 目前是轉型成吃到飽的店 他們上次辦了一次 圍期大概一個多月的活動嘛 其實效果還不錯 你也可能吃的人比較多了 好,那我們跟著我們來看下去吧 GO 我們現在點好餐了,已經坐下來 然後我們選擇1079的價位 它就是由澳洲和牛、日本和牛的 然後現在三個人同行呢 他就會送一壺這個一公升的飲料 然後有大概七、八樣可讓你選 然後還有這個附贈的山楂肉 這是重慶特色小吃 這個肉吃起來就有點像鹽酥雞的感覺 好,我們這次點的湯底呢 是重慶老火鍋跟那個酸菜魚 然後酸菜魚裡面 它就會附一些無魚片在裡面 然後在那邊滾滾滾 看起來很可愛 我覺得吃這種麻辣鍋一定要吃的這種 毛肚、豬黃紅、脆痰鴨腸 然後再來就是點它的泡椒三種牛肉 就是原味嫩牛肉 然後還有藤椒嫩牛肉 然後還有泡椒嫩牛肉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升級的價位 才會有的那個澳洲和牛跟日本和牛 然後再來這個是貢菜 通常你在一般火鍋店不會吃得到這種貢菜 現在下這個經典必吃的那個脆腸 脆腸人家說是七上八下 算不了,算超過七、八秒 但我自己是喜歡煮久一點 因為我覺得煮久一點比較入味 剛剛說要下脆腸,但它下了毛肚 然後我們再來下那個黃紅 這兩個都需要等待了 然後剛剛附在牛肉店,我們先把它吃掉 有其實很入味 就是軟Q軟Q的那種 它的辣好麻喔 它是麻在裡面 它真的很辣 蠻辣的 它的辣就是... 給個笑容,給個笑容 很辣,我要怎麼笑容 是不是真的蠻麻的 就是蠻過癮的,會讓小吃去吃的那種 它開始是有點太長的 比正常要在旁邊 蒜不一樣 對 喔,不太會用 夾不太起來 覺得腸 你看,有吃到辣的 這真的會笑容 嗯,好吃對不對 我們來吃這個煮好的毛肚 看來又人 沒有嗎? 就是黃紅片 它很脆耶,脆脆的 然後咬下去就會長黃那種口感 但是我的毛肚主見 呵呵呵 毛肚很好吃,毛肚吃起來就是那種 像貓舌頭的感覺 蛤? 吃起來是裡面都滲透的那個麻辣的湯汁 因為黃紅片可以吸到那個辣汁 店員都跟你說煮5秒或10秒這樣子 因為我來吃涼刺 我覺得可以不用聽他的意見 因為就是我覺得煮久一點是比較入味 可以比較脆口好吃 嗯 脆脆的好好吃哦 我來... 拿不起來 我來... 口感有點...特別 有點太硬吧 然後我現在就夾不起來了 是因為煮不夠久嗎? 它可能要咬很久 我可能會把胃口留在吃肉 這三盤都是泡椒味的 對,就是安門嫩牛肉 一、二、九就可以吃得到 我吃酸菜的嗎? 應該這樣就可以了吧 那這樣酸菜的應該就不用再泡那個醬了 好好好 好好吃哦 嗯 味道很好吃 嗯 它味道好嫩哦 因為我的酸到有點... 它還有一點粉紅色 這個嫩度剛剛好 你要吃酸菜的話 這個吃的鍋就不會辣 然後酸酸的味道很夠 如果你覺得味道不夠的話 其實那邊... 那個蜘蛛區那邊蠻多醬料可以選擇 好,我們來... 丟這些要煮比較久的 剛剛有丟那個... 牛肉滑、蝦滑、酥肉滑 然後這個是爆漿貢丸 超好吃的哦 爆漿貢丸 它就是這樣一球嘛,其實就很像那個... 獅子丸的感覺 獅子頭 獅子頭 獅子丸 獅子丸 然後再來我們還有點一些海鮮 像這個是... 烏里魚 這烏里魚來,這是大家必點 就是加酸菜魚裡面的 還有這個... 獅木魚柳 我們現在來放那個... 貢菜 貢菜是要放... 用這個嗎? 好啊,用這個好啊 比較保險 然後蓮藕我就把它放進去 蓮藕要煮久一點 沒有 我壓長 把它放進去裡面 這個鴨腸... 滿滿的 這下應該也算是不能動它 我們才吃酸菜的啊 因為我不能接受麻辣的跟不辣的混合 你們可以接受麻辣跟不辣的人混在一起 以下留言 我們要用兩個... 它這個魚煮到一夾就是斷 它魚很嫩 它酸菜的味道很濃郁 它酸菜的味道很濃郁 它沒有很酸 它沒有很酸 但它的味道是... 彷彿的那種清湯的那種濃郁的 像我這些酸菜鍋 酸菜魚鍋它是不能喝的 所以它會比較偏油膩 它這個就是可以喝的 它的虱目魚柳呢 是用那個肉旁邊的那個位置 比較硬的 比較結實的位置 所以它兩個吃起來偶然是不一樣的 烏鱼是很軟嫩的 像我這種人 就是比較喜歡吃嫩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比較喜歡烏鱼 我兩個都吃到烏鱼 我覺得超級嫩超好吃 我這個已經化掉了 你看你看你看我這樣子 我再繼續抖 你看就掉了 就是這麼軟 我覺得這酸菜魚 我覺得比牛肉那好驚艷 人家明明就是做麻辣鍋 然後我一直說人家酸菜魚好吃 我不敢鼓動它的觀點喔 好吃好吃喔 我覺得如果你們有點那個酸菜鍋的話 一定要多點那個烏鱼魚是不是 烏鱼魚 真的很好吃耶 被辣掉了嗎 知道 吃到那個籽 你這樣一直撈起來就是這樣 天啊 它太壞了 小建議就是那個籽就是千萬不要有刀 那個籽就是真的比較辣一點 就算你是辣妹 你一樣會被辣到 最常就是經典的三道料理之一 我好像煮太久到 倒掉了 這個就是真的不能煮太久 雖然它會入味但不能煮太久 我來吃一下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丸子的丸子 這應該是你下的 牛肉丸 這個顏色都一樣 這是什麼 好 我就都給你 不然你就慢慢煮 這是什麼 大家猜一下 這是什麼 這是我拍得出來 真的是救命耶 它那個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你那個撈起來 你一定帥不帥的嗎 對 因為都是紙 它會卡在你的喉嚨 然後跟你說 肉絲 哈囉 我們來吃這個 經典的華類啦 就是有豬肉滑 牛肉滑 劉德滑 好脫力耶 不好意思 對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很幽默啊 我們現在來吃經典的牛肉 好好吃喔 吃下去吃啊 它的肉很嫩耶 超級嫩的 很厲害的老師傅 我有吃什麼 然後我來吃這個 蝦滑 它裡面是脆脆軟軟的 然後是有嚼勁的那一種 它以滑類來講 它是蠻好吃的 但是我沒有吃到蝦 還是蝦全部都還在那裡 然後是不是都還說沒有幫你吃蝦 我覺得它的滑類其實都蠻好吃的 主要是它的那個 麻辣的湯底很讚 裡面是真的有花枝塊的 白色的都是花枝塊 都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豬肉也好好吃喔 天啊 蝦就是我沒有吃到蝦啦 我覺得它的滑肉都真的都很好 很值得點 加在這個麻辣的裡面 它這個滑肉是超級脆 脆又Q軟 脆又Q軟 聽起來有點怪 就是吃得出來是那種新鮮的花枝 然後它雖然是用麻辣泡的 可是 有啊有還是有點辣 那個辣會慢慢的回來 但是它我剛吃第一口之後 是先感覺到新鮮的那個Q度 會讓我覺得 是好吃的花枝 好好吃的鮮甜 然後後面還是它那個 招牌的麻辣會再慢慢的上 然後這是牛肉丸 牛肉丸稍微比較咸一點 沒有花枝那麼會讓我驚艷 融會就是那種 我想吃崇慶火鍋不想吃鹹的 看起來很像那個海帶牙的那個羹 我也沒吃過 因為我從來沒有點過共餐 傳說中崇慶斯川必點的 必吃的共餐 有吃的 好吃耶 沒有菜味其實是好吃的 有沒有在騙你小朋友 對啊 我還可以學疫情的東西 我拿著喝日子吃菜的 超級這段時間直接剪掉 不行啊 什麼剪掉 真的好吃的啊 它是軟的 對 你也可以認證的嗎 是不是可以吃的菜 可以吃的菜是好吃的 我要特寫 它還是有一個尾巾 我是沒有感覺到菜味啦 我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們現在夾那個爆漿共餐 這個是我覺得必點的一道料理 真的是必點中的必點 它裡面其實有點像福州丸的感覺 牛肉丸裡面夾著一層小丸子 還是外面那層是牛肉燉丸 裡面那層是牛肉丸 對 完美的全是什麼叫好吃的牛肉丸 真的很讚 然後要一口塞啦 因為我們要拍片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分開兩口一樣 那我覺得一口塞是最多的 這一個還沒有破 要不要先進來看看 看能拍到它有吃 好 你說吧 啊 欸唷 它在柳子了 還被擠出來了 嗯 好好吃喔 我有感覺到咬下去的那一瞬間 有吃要噴出來 所以要真的要小心一點吃它 你不小心的話就跟上次那個尖角一樣 就這樣噴走了 然後這樣子點一盤是四顆 吃蛋就很夠了 這是一個會飽的食物 這個日本和牛上面就會有一個牌子 寫著精選牛肉片 和牛就是算個幾秒鐘就可以 這樣嗎 真的有意思 真的嗎 這個是大概是龍味五年前的吃法 龍味就是整塊都是紅的 龍味就是吃這樣啦 對 並沒有 那我們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我們會上個幾下 其實我覺得它的和牛是很嫩的這一種 我覺得以它的價位配上這個和牛的油花 算是很值得 這種價位你要搭配什麼很厲害的A5和牛 我覺得是不太可憐 他說它是日本和牛片 我覺得已經很不錯了 很讚了 爆焦和牛 來 泡一下喔 它看起來不錯 對 它看起來還不和牛 看起來是打了瘦肉計的和牛 我這次來覺得他們服務還不錯喔 先去看我們拉相機吧 不過他們對隔壁桌也一樣 因為隔壁有帶小孩 他們覺得吃得比較慢的話 你還是可以跟我摳頭上加點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好 它有和牛清湯的鍋 你還是可以帶小朋友來 我覺得不管是大人 小朋友來都可以吃得很開心 當然我這個是澳洲泡椒牛肉 很不錯喔 我覺得就是不能煮太熟 因為它這個肉是比較厚一點的 因為畢竟要醃製過嘛 所以就不能太好吃 我覺得好吃喔 對 讚讚 這裡還有蛤蜊 然後花枝跟干貝 然後這個干貝應該不是生死吉啦 但是我覺得有這種形狀比較完整的 我覺得算是蠻好的 然後我來吃這個和牛 吃一下齁 等我等待一下 它這個辣油我還是覺得很棒 它就是這個油是可以顧腸味的 這是重慶火鍋特有的 然後我來吃它的那個澳洲和牛 它吃下去就是滿嘴都是幸福的 而且它的麻油很香 那個香味會讓那個麻辣的味道減低很多 又有個吃到麻辣鍋的麻 讚 它的菜盤是那個隨車送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給它點的 量是很多 然後我點了一個馬鈴薯 因為我每次吃吃到飽 我都一定要點馬鈴薯吃看看 它加上馬鈴薯是這種薄片的 但還是要早點等一下去煮 多早 六點 提早就隨便走 好了 我來吃剛剛丟下去的那個干貝 煮出來是這樣子 完全沒有縮小 怎麼那麼厲害 那有人說它是合成干貝 應該是合成干貝 它就寫說它是干貝一樣 它就已經這樣寫了 就不要再挑剔它是要怎樣的 我覺得它吃下去超入味的 我覺得它這個鍋真的是煮什麼都好吃 你不要比生死即干貝的那個魚 很急去腰 它是一個蠻好吃的食物 然後我剛才夾了蓮蓉 蓮蓉 蓮蓉 你會煮麻辣鍋啊 煮麻辣鍋會不會黑是正常的 脆脆硬硬的很好吃耶 然後有入味進去喔 因為我們已經煮蠻久的 它這個東西真的蠻多 應該有五六十樣的 這些東西丟進去麻辣鍋 或者上菜鍋裡面 真的都很好吃 對 這油條就是要拿進去油點 裡面泡一泡 讓它的溫度不要那麼高 我自己是喜歡吃沒有煮到很軟的 這樣吃起來比較有口感一點 我真的跟你說 你要吃油條 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想 你能不能吃辣 不然它真的很吸湯 那我來教大家一個 如果你怕辣的話 你可以學我這樣吃 你現在已經開始可以吃麻辣這邊了 你一直怕辣的 我們今天已經過來這麼吃了 好然後就是像這樣 你看你先沾它給的那個麻油 裹一層油之後啊 重點 我剛剛去那個醬料去拿了糖粉加花生 然後這樣沾 這樣子的話就更不辣了 就添加了一個甜甜的味道 好吃 這碗有顏色的是黑糖酒釀湯圓 然後這碗是黃沁涼粉 這個是... 黃糖吃辣 黃沁涼 它有一層糖跟一層粉 它那個粉不知道是什麼 感覺是花生粉 好好吃耶 這一層軟軟脆脆的 裡面那個麻糬很軟 很好吃 而且它熱熱的 是剛做好的 我們三個甜點我們都有點到 他以為涼粉會是像那個麵一樣 結果竟然是快裝的 有點像凍吧 我們來吃看看 我覺得這涼粉基本上長得一模一樣 涼粉系列 我的是酒釀湯圓系列 然後有多芋圓這樣子 它口感跟我講完全不一樣耶 我本來以為它應該會是... 是脆的 結果它現在是Q的耶 脆圓 給你看 那妳可以給我們妳沒吃過的嗎 它裡面的那個冰是碎冰耶 有點像那種手搓冰有沒有 這種冰用手搓的那種冰 顏統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好吃到好吃得出來 麻辣鍋以後 消暑用 把你那個腫脹的舌頭 退回來一點 我自己覺得這個黑糖啊 攪拌均勻之後 那個黑糖味是很香的 不過它有點可惜的地方 但是它湯也是沒有味道 湯圓可以有一點點甜味在裡面 會來得更激烈一點 我覺得整體來講 就是他們的甜點都滿有 中國重新的特色的 然後我自己有吃過那個... 紅糖脂肪 這個紅糖脂肪真的是一卷 這個超好吃 有點好吃 不過它就是限量 限量就是殘酷 它就只有兩塊而已 如果你們一夥人來的話 我建議全部點脂肪 人不要臉天下無敵 很不好意思的跟他要一下 我好快樂 對 我好快樂 快樂寶寶 這個很好吃喔 不要來一天要點喔 很好吃 它裡面是熱的麻糬 然後外面那一層糖粉 不知道是怎樣弄的 它脆脆的耶 很脆耶 就是外脆內軟 好像炸物一樣脆 它是三層口感 外面是脆的 然後裡面那一層外皮的麻糬 也是脆的 然後在裡面是軟的 它是脆脆軟的口感 脆軟 這個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你來一天要點 我們真的很愛死這個 我們吃飽飽了 真的吃得超飽的 融威這次吃下來覺得如何 我後來吃一吃 我覺得第一 那個辣度我可以接受 我後來就已經沒有在管我的蛋 你看我就一直往那個 比較辣的那邊去刷 我建議來的時候 然後坐下來的時候 就要跟它說你的麻辣要加一次水 加那一次水之後 這樣大概就會變成大辣再往下一點 中辣以上這樣子 然後我們中間又加了兩次水 我覺得那個辣度就會變得比較和緩一點 但真的是蠻好吃 它的辣真的是 麻辣的那種感覺 麻比較多 然後像那種台灣很多那種鼎王 老四川的我菇 它都是比較 辣火龍 我常吃鼎王 鼎王的那個辣我挺不錯的 因為鼎王你都點微辣 這間的辣度是 它一開始沒有讓你選的 你只能跟它說 你要不要加水這樣而已 所以你就自己加水 當然就是 如果你也喜歡吃喝奶油 你就什麼都不要加 你就吃原汁原味 都敢吃辣的吃辣 對 因為今天還有融會在 所以我們就加了更多次水 讓它的辣度再降低一點 然後不得不說 它的甜點真的很驚人 你們不覺得嗎 它的甜點真的很好吃 甜點真的很好吃 那通常吃法是什麼瓜哥 真的很好吃耶 黑糖酒醬它有一點蠻好吃的 那個黑糖水 好喝 可是它超遠的 那個糖水 好我的比例還好 對 不管是甜點或者它的餐點 它的餐點不管煮什麼東西都非常的好吃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餐廳 好啦 想想看我們開一箱 什麼樣的吃飽飽系列 或者是一些餐廳可以給我們告訴我們 unserem中一個大小巷 要istas revised是件事 這個很 Russell 什麼事件